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捷运采用高价化跨座式单轨系统,除原规划的蓝线一期和绿线外,市府今年另向交通部争取红线,连接高捷,及蓝线一期延伸线可行性研究共2000万元,纳入前瞻计划二期。 代理市长李孟燕今天在议会答询表示,高捷北延的红线目前正在规划路线,5月底前送交通部审议是以原旅为印今天在议会自由发言时间,针对台南及高雄双城捷运提出质询。 他表示,高雄市政府于日前针对岗山、陆竹捷运研申嵌工程表示以纳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,第一阶段的捷运南岗山站至岗山火车站段,今年底前动工。 台南市政府应把握这机会,争取高捷北延与台南捷运蓝线连结,以带动区域性发展,共创双城未来交通与经济发展。 旅为印建议,路线从湖内大湖站延一号省到往北延,经由嘉南药理大学,其美博物馆,台南机场,在往北至中华南路衔接台南捷运蓝线大通站,交通局表示,南市出源有蓝线17及绿线,预计明年起办理综合规划外,市府今年令向交通部争取红线,连接高捷,及蓝线17延伸线可行。 旅行研究,共2000万,纳入前瞻计划27,交通部于5月2日原则同意先框列,预计最晚8月就会核定下来。 交通局长林延成说,红线与蓝,绿线一样,采高价单轨,高捷的则是一般高价捷运,市府将在大湖站透过单轨购占连接。 另外,绿线部分,因地方反映单新影响古迹,景观,因此原规划走公园路,民生路的路线将改走成公路,西门路再转永华路。 台南捷运采用高价化跨座式单轨系统,共有两条优先路线,并列入中央前瞻计划。 其中,中华路环线的蓝线第一期,即以铁路为界,先线半环,自台铁大桥站沿中华路,中华东路至大同路站。 另一条为俯成横贯线绿线,自平时转运站至永华市政中心。 kt徙在封面、绿线上马围线 days ol量社交绒三边。 需要20asi斯文化。